当地时间10月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听名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 对于耶伦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评价道 我能想到的形容耶伦的最佳词汇是 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人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正直且充满人性的人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美联储主席 因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策 总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民众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以1350亿元的财富被胡润百富榜 排为今年的中国首富 他领导的万达集团也备受关注 近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万达是走市场的企业 不是走人脉的企业 企业不能说你不理政府 不要政府 这做不到的 但是一我们联络政府 但是不勾结政府 二不跟官员搞政治和经济上的结盟 德意志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 中国分布放开二胎后 生育率将从目前的1.45上升到1.66 会在2028年达到14.2亿人口峰值 对此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持不同意见 他撰文表示 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 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长期高于更替水平 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 无论是堵在高速公路上 还是堵在旅游景区 选择在国庆长假出游 都成了让普通民众心里添堵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日经济学家汪丁丁就在博客中撰文透露 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 大约折合2000亿元 王丁丁认为 目前每年两次长假 价前价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 大约等于每年损失10个完整工作日 建议进一步取消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 争取两年之后普及弹性休假制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